拿著籌碼聚精會神 就怕一不留神 打壞一手好牌 德州撲克在臺灣已被高等法院 認定是禁忌 不是賭博 吸引不少玩家投入其中 歌手陳靈九也迷上德州撲克 但日前卻捲入劇毒案 他被爆出曾與朱元邦 戰堂前堂主兒子 實況玩家丁特 還有網紅阿滴 在私人招待所一起玩德州撲克 現場眾星雲擊 但只要有玩錢 有抽水 就是違法 德州撲克從國外紅到臺灣 演藝圈大咖的實力派女歌手 跟天王極南歌手 以及饒舌歌手跟本土樂團成員 都是德州撲克同好 其中這些藝人局也被稱為高級局 一般人很難加入 德州撲克入門門檻低一張長桌 兩人就可成局 玩多大得看場 小的輸贏幾千塊 大得幾百萬幾億都有 排州上扣的是腦式表情 鬥智也鬥人 也難怪有演員歌手也沉迷 異界高級局揭秘 玩牌豪奢程度一晚能輸一棟房 外界難以想像 三圈莫皇家横 台北從報導 三圈莫皇家横 台北從報導 中文字幕——YK